歡迎回到發達廣場的時間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坐在我身比的嘉賓 在要財政血研究部的副經理 陳偉聰Jason Jason 你好 Jason 先和大家看看恆子的最新表現 恆子方面跌近175點 到20154點 旗子方面跌198點 低水219點 國企指數跌近123點 報10233點 成交額方面暫時有303億 今天看到市場先高開 然後掉頭下跌 跌了200點 都是因為內地方面的進出口數字 出口數字令市場失望 今天旗子跌穿了20,000點的水平 恆子後市的走勢又會如何? 會不會跌穿20,000點? 現在市場焦點還是放回歐美經濟不景 內地經濟到第二季 都未必說有這麼快可以有個明顯的反彈 如果你看回今天的進出口數據 特別說進口的增長方面 只有0.3% 這方面的數字都是反映著 其實內地的工廠都是不願意去做一些大量的採購 特別說原材料方面的入口還是有減幅 如果你說工廠沒有採購意欲的話 意味著可能一兩個月整體生產的活動都有機會停滯不前 亦都是代表著公司對於歐美市場的前景 都不是太過看好的 一旦如果這個預期仍在市場上困擾著的話 對內地A股來說都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利淡的影響 再加上你看回現在內地 雖然你說之前都在炒購 可能是放鬆銀根 又或者可能是做一些多些的財政政策 來刺激股市 但是如果你說整體的實體經濟增長 都真的有個明顯的放慢的時候 就算你放鬆政策都好 都未必即時可以令到A股有個明顯的回升 但是當然重頭戲的數據都是在明天才會出路 大家仍然都要看實CPI的數字 之前上個星期預測3.4 但是近一兩天 國內的媒體都在傳說有機會落到3.3 一旦如果你說最終數字出到來 真是3.3以下的話 我相信對A股都可能有一個短期的支持作用 即是要給市場預期有驚喜 可能先對股市有支持作用 見到今天內地股市都是下跌 相徵綜合指數跌1點 去到2,407點 護深300指數跌1點 報2,656點 深淨城市方面跌5點 暫時報10289點 跌幅就介乎0.07%至0.09% 今天內地股市都缺乏方向 但是最低見過2,403點 觀望情緒這麼濃厚 2,400點這個關口守不守得住 2,400點當然是一個叫做心理關口 因為之前叫做升上來那一陣 都上到2,400點之前都有一些阻力 照計升穿了這個阻力區之後 這些位置就會變成現在的一個重要支持位 我相信如果你說見到今天內地的進出口數據都一般 但是市況都不算有個明顯的急跌 都反映著了 其實現在市場上面都仍然是觀望明天的數據 才會做一個明顯的投資方向 我相信除非你說明天的數據都真的很差 可能通脹又高或者其他的經濟數據都還是疲弱 否則我覺得大陸股市的下跌空間應該都不會太大 畢竟內地A股市場在上年整體的累積跌幅都有超過兩成 所以我相信今年的資金如果你說真的要追落後的時候 內地A股都是一個叫做較為好或者直播率較為高的市場 既然有資金大動之下 再加上就是中央之前都推出一些的政策 包括減低那個就是手續費 又或者接下來都會鼓勵一些地方養老金去到入市 甚至你說RQ3的規模都說由之前的500億擴大到800億的時候 我相信有資金大動之下 內地A股就未必會跌得太多 內地A股有支持的話 港股期指穿了二萬點 恆指方面現貨可否守著二萬點的水平呢 期指你看得到這幾天都有個大低水的情況 但是都是因為除淨的因素影響了 所以如果你看回恆生指數來說 今天還要跌成百多點 如果你說計算之前的幾天跌 其實都是叫做連跌了就是第七天的 如果你說大市落到二萬點這些位置 加上短期的沽額都叫做累積是有回到差不多的時候 不排除這些位置就有機會有一個支持在這裡 那大市我相信在短期之內 都有機會在二萬點這些位置做一個反彈的 但是反彈的幅度和動力究竟是怎樣呢 都還要觀察 因為始終之前接連跌穿了一些平均線 以及之前都留下了這麼大的下降裂口 在二萬零七百至二萬一這些位置 反映了接下來的大市就算有得反彈也好 但彈到這些位置我覺得阻力仍然是非常之大 另外我們看看個別股份 看看今天沽額比較沉重的股份 看到一隻中國聯數 2128編號這隻股份 看看最新股價表現 現價方面跌超過9% 跌3.9%報3.72% 看看其餘幾隻新材料股 海東青方面跌6仙 東岳升6仙 玉光跌3仙 私家方面跌6仙 最新報1.94% 剛才Jason提到 因為進出口數字 就看到內地經濟的變化 也提到內地對經濟前景的信心 又或者歐美的表現 其實會否看到相關的中國聯數 其實都對基建的概念息息相關 帶跌的原因是否在這裏 按照計你說實際關於這間公司的負面消息 暫時就見不到 但如果你說在進出口數字上的推算 都反映了未來的一季 內地的工業的增長 又或者整體製造業的生產活動方面 都有機會有個明顯減弱 始終你說中國聯索都屬於一隻工業股 而且都看回本身這類的公司 其實都是很受到兩個因素所影響 第一方面就是原材料的價格 如果你說聯索方面做的那些塑膠管道 其實講到底本身那些原材料最大 都是來自一些石化的產品 一些塑膠的產品 這一類的產品其實都很受到油價所影響 你看到之前幾個月油價不斷地升上來 可能都已經令到這間公司的原材料的壓力 都不斷地有個上升 第二方面的因素 就要看回你剛剛講到的基建行業的發展 始終去過那些排水的管道等等的管道 雖然你說在農村方面都有 但比較大的比例都是溶在一些建築物上面 之前又說炒保障房概念 又說炒一些基建概念 都曾經令到這隻股份風光一時 但是你見得到最近來講 始終內地的房地產行業 即近這半年都有個明顯的調整 另外你說基建方面 雖然可以說去到第二季 甚至乎第三季打後 都應該有一個反彈或者加速的情況 但是始終如果市場上 將焦點放回過去那一季的營運狀況 未來出業績方面的表現 都有機會不是說做得太好的 那會不會有些沽盤 即是預先去到沽定這隻股份呢 那我覺得如果你看回近期的跌勢來講 的確有這個的可能性在 那如果你說再看股價上面的表現 你見得到近期的跌下來 成交不算特別大 但是一日就比一日為高 那特別是說今天跌下來之後 見得到成交金額都比起之前的幾天 都是為之大 那反映了會不會有些盤 都仍是沽售這隻股份 定一說有些可能基加碼 覺得跌到這些位置 都相對是叫做跌多了 那所以有些賣盤去到吸納了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就是落到三個半了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機會出現一個反彈 如果真的說到第二季 內地方面要推動這個基建 拉動內需的話 聯數三個半是否可以反彈呢 如果你看到它的股值來計算 現在的PE都是七倍多一點 當然就不算特別貴 因為你見到它在去年年中 當股價有八元以上的時候 它的PE有十倍以上 既然現在的股值都跌到一個 叫做相對吸引水平 其實去到三個半這些位置 我都覺得是可以反彈 好,謝謝Jason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 仍然都是發達廣場的環資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打電話來給我們的 稍後回來見